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闆娘 有 準備要出發了 對啊 這叫做Arctel的行動電源 然後它的逆變器是2000瓦 那我們 現在先帶它出門 沒有 趁著這次我們來分享一個 一顆行動電源 能不能供應我們 這兩天兩夜的用電需求 因為我們出門的時候 第一個會先什麼 先用冰箱 冰箱 因為目前 車上會用到的就是冰箱 對啊 對 那把冰箱 為什麼一定要用冰箱 因為裡面有什麼食物 有肉 有啤酒 有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啤酒 你那個冰箱能放紅啤酒 所以都是肉 好 反正就是食物就對了 我們這次吃 那就喝紅酒就好了 就一罐 一罐夠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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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去看看 這樣的一個行動電源 可以使用兩到三天 有沒有問題 老闆你都沒有說到的 容量多大 它容量喔 166AH 對 那我們就要出門試試看喔 對 它是166 現在7點鐘 對 我們要出發了 現在我們擦的冰箱 它可以使用 41個小時 但是41個小時 是指它這邊持續耗電 對不對 但是我們冰箱在使用的時候 它不會一直持續耗電 它停止了 它停止了 因為我們冰箱到達一定的溫度之後 它會停止了 對不對 它又變成99個小時 因為它最大的值就是兩位數字 對 我們行動電源 本來它就是出來 車上用電的需求 那它可以用哪些電 那就是所謂的USB嘛 那再來就是 12V 然後另外一邊是110 對不對 還是這邊 這邊嗎 這邊 對 那到時候我們會來使用 OK 好 出發 那我先去找個地方 大叔二了齁 老闆娘怎麼樣都沒辦法煮 你看齁 它竟然還在煮 耗電的瓦數是800 08瓦 你這個是1000瓦的對不對 嗯 你看 然後我們在開始使用高耗電的時候 你看它的百分比的降得特別快 剩9層的電 我們會不會這 兩天兩夜把這個電用光 有可能 有可能 氣力很大 那我們如果都靠它 都靠它齁 這個燈換到這邊 你看 這樣氣氛怎樣 不錯 不錯 你家位置有點小 對啊 兩個人要搞個小浪漫 對不對 唉唷 拍起來這麼好 對啊 多好 這個有開馬當嗎 對啊 這樣就好了 用一點點水這樣就好了 剛剛這個油都已經 煮飯直接已經擦過了 出門水很貴耶 對啊 成功了 好了喔 對啊 喔 你沒有拿下來啊 你是放在前面 嗯 你鞋子是不是在前面 對啊 那怎麼出去了 那個 這個 昨天我們老闆娘齁 笨笨的 因為 她把 逆邊器忘記關了 昨天 忘記關了 對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而且這一台 它逆邊器沒有關的時候 它竟然 非常的安靜 逆邊器的風扇真的會一直驅動 因為它過熱的時候就會驅動 對啦 我剛剛因為我剛剛一摸 我想說奇怪 它怎麼熱熱的 原來是逆邊器這麼奇怪 整個都是排風扇啊 它整個都是熱的喔 上面 一點點 真的還是熱的呢 對啊 因為逆邊器沒有關掉啊 沒有關掉的時候 難怪它 它主要比較耗電 對啊 因為這個不是冰箱的關係 是因為我忘記給你看關 好吧 那 重點我們還有72%可以用 對 老闆娘說我們兩個 睡到天好 這是一個停車場 公園的停車場 不用收錢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不落地啊 那邊停了一台哈雷 老闆娘 這裡的風景那麼漂亮 然後大家都喜歡野蔥 我覺得 各位 對很可惜 等一下這邊吃早餐 對啊 這個品牌不錯 那我們準備來這邊吃個早餐 你要喝咖啡嗎 要啊 當然要喝咖啡啊 然後這個也要打開 對 這是另外一個 外腿窗 那個 全台灣的露營車改裝 就你們家的外腿窗款式最多 而且把它同時呈現在一台車上面 都是老丈人弄的 老丈人我就可以任性 嗯 這樣可以打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們就在 這邊 這是 剛好找到這個點 你看 可以看到整個山 有沒有 那大叔要來沖我的空拍器 老闆娘煮他的早餐 OK 繼續使用我們這顆店員 齁 那個 這叫啥 一顆電源 吐整台灣嗎 一顆 好像很可以 對喔 我們就用一顆電源 如果說你今天你是屬於休旅車 或者是你像我們大叔這種鄉行車啦 或者是你是小轎車的話 其實這個電源 說真的 他的體積說大 不大 說小 也不小 偏 偏 偏中又大一點點 對啊 偏中又大一點點 對啊 偏中又大一點點 省著用 然後 我們 來到這個地方 也不方便給人家落地嘛 那我們就做所謂的 落地料理 那你看 老闆娘 我們為什麼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這麼空 有些人講說 你前面做個編櫃這樣就好了啊 因為我們想要活用這台車 所以我們那邊就不做編櫃 那到時候 那些東西清掉之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上摩托車了 齁 這個小V到底是幾瓦的 小V喔 嗯 800 800多瓦 嗯 可是好像沒有全開 沒有全開喔 你看 你看 這一台 他就是 什麼都有 那他今天 老闆娘用的是電 插頭是在這邊 他總共有幾個 有六個 我還要煮一個 他要煮水喔 那 當 當你在 要使用這個逆變器的時候 這邊一定要打開 這一個就是連動所有這一個開關的 你要幹嘛 你知道 對啊 那這一個 這一個行動電源喔 他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啦 他有一個不斷電系統 如果當你 錄 不露營的時候 不車撥的時候 可以幹嘛 可以為你家裡的 儀器做不斷電 你知道哪一種最適合嗎 呼吸中止症的問題 然後他睡覺的時候都要帶著什麼 呼吸器 那這個時候啊 萬一你斷電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拍得上用它 因為他有不斷電系統 而且他不斷電系統支援到 1100瓦 對不對 對啊 他可以一邊插著你家裡的 110瓦的電 然後又一邊使用它的 所有的 東西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你今天你露營車齁 你要簽電的話 你需要用到像這種電燈啊 你就可以類似像那個 直接簽 簽線 對啊 就用這個去帶動 像是我講那樣 對啊 就去帶動啊 像他們日本的那個 日本的那個 日本車齁 他們有些人是DIY的 甚至日本的廠家 他們都是用這種行動電源 去驅動整台車的電 對啊 很多耶 很多啊 他們都是用這樣子啊 他們不另外再去接電 因為他們就買現成的 嗯 然後去 他們沒有做車上很多的配電器 對 那 只要兩條電線 就可以解決你車上所有的用電 一個是110的做延長的 那一個他就是用DC 用這一個 這一個12V的DC 然後拉出來之後 可以變成 這個 12V的電源 也可以變成 像下面這個 這個 這個有一個 5V的那個什麼 USB插桶 對不對 因為那個現成的降壓器啊 一些轉換 轉換的那個器材都有 那我們的 早餐時間 開鍋 早餐 開鍋 對啊 我沒有這樣吃過 對啊 那今天 不好意思 又是 又是 玩到老闆娘齁 想要做什麼 就順手就來了 對啊 不然你想要幹嘛 我想要幹嘛 你又不能給我幹嘛 你講那個什麼 你想要幹嘛 你在講什麼啦 對啊 那你說我想要幹嘛 我一直說 好帥啊 那另外一邊還要再煎嗎 不用啊 一瞬間 那個老闆娘的咖啡好了 還有 早餐也好 對 來這邊給你做啦 嗯 不好意思 我們這台車齁 就是 嗯 好喝 只適合多少 兩個人而已啦 第一天 中午 煮中山時間 我們的電力來到多少 多少 61% OK 好 現在還是有用冰箱 有冰箱喔 那 好 開 對 它就出現一個 這個壺 有沒有看到 OK 有了 是 用電器打開的 對阿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 它就會出現一個 這個40分鐘 有沒有 我們要煮40分鐘 OK 這幾瓦的 350 這個 它原廠配的東西喔 給各位看一下 那有什麼東西 來 換一隻手 這個 齁 四充的電源 那 還有一個 這個是 車充的電源 齁 這個是用 車充 那是用那個什麼 安德森的齁 這是 喔沒有 這是太陽冷充電 講錯了太陽冷充電 看這個就知道了 太陽冷充電 然後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車充 然後點煙器的車充 看這個就知道 應該是安德森的 安德森的小插頭 安德森的小插頭 然後剛好這三個 完全可以收納 放到這裡面來 剛剛好 可以整個 蓋起來 有沒有 很方便齁 這個對那些迷糊彈 像大叔來講 永遠都會 帶出來 因為我們用完就把它帶著 那 早期我們有時候 行動電源就是會這樣子 帶了行動電源 結果 充電線沒有帶 那出去外面的時候 沒電怎麼辦 你就不能充電了 就是這樣 OK OK 讚讚讚讚 我們今天來這邊的時候 是一人要出 一道菜 一個家庭要出一道菜 當然我們就有兩個家庭 對 所以這邊就準備兩道菜 你今天要煮什麼 燒軟骨 那個麻辣軟骨 麻辣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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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耗熱軟骨 麻辣軟骨 麻辣軟骨 那我們還是講一下 這顆電池 當你用到煤電 它可以在兩個小時之內重飽 這是它最大的好處 我們一定會把它測試到完全煤電 如果有哪些,請看影片就知道了 繼續煎 這樣想要怎麼煎 它就會輪流下去游泳 全部喔 好 如果按照這樣的煎法,你就有剩十幾分鐘可以用而已 對啊 一邊煎,一邊聞到這個 一邊有人流口水 辣椒的味道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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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我還用電鍋煮了一次 然後這個煎餅700W的煮了4次 然後我其他用,還有冰箱一直從昨天晚上8點到現在 對,已經24小時的冰箱,剛好8點 對,然後又一直用電,所有東西都靠它煮 好,那我們等它沒電的時候再來充電 那可能明天早上再充了 它這顆電池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邊使用邊充電 不管USB啦,12V啦,通通可以 它大電流它就支援到1100W 其實它可以支援到2000W都沒問題 只是你在充的過程喔,來不及它用的 所以它建議在充電的過程就是1100W 就是做所謂的不斷電系統使用 對 這顆已經完全沒電了,它什麼時候沒電了 沒電喔?什麼時候?大概昨天凌晨2點吧 因為我們已經睡著了 然後現在要來幫它充電了 因為沒電了 00%然後開始充 這邊顯示是兩個小時被充飽 然後它的充電瓦數是 剛好就是1100W 最大的瓦數 對 有沒有 我們昨天應該是 快沒電前應該是要把它先插好 它就會自動轉發 嗯 因為它不斷就不斷就說會自己 你看啊,你現在也是可以一邊使用啊 對啊 你等一下開始煮東西啦 你在那邊煮啊 還是可以使用啊 你看 你看 我們已經充到50% 哦,蠻快的耶 一個小時喔? 對,一個小時 還有剩59分鐘 在哪裡啊?我看得到 這個 它蠻快的耶 所以其實如果用完 它如果去 營區 或是去借助一下朋友家充得變很快 對 兩個天就滿了 這是它的型號 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 P2001 然後 2000瓦斯 這是它的容量 嗯 然後它裡面的 最主要 這個應該是48V的 所以它這邊寫51.2V 其實現在很多行動電源 他們都已經做到48V的 然後它的輸出 它可以做降壓的方式來做輸出 那這個是 AC AC就是它的 它的充電 充電是1100瓦充電 嗯 充電的 等於是 In Input 然後 可以用110-120 100-120 這一個喔? 對,110-120充電 那 太陽能 它可以到達最大500瓦 它這裡面有APPT 那這個是 這個AC 這是我們使用的 輸出2000瓦 也是100-120V的輸出 沒錯 等於是它有 日本電壓 台灣電壓 然後最大到120 嗯 然後這個是UPS的那個 不斷電系統 支援到 1100瓦 跟上面這個是一樣 沒錯 輸入 輸出 嗯 這樣很仔細喔 看得出來 基本出門 看你用些什麼 我們這兩 一切一夜用了 電池 還蠻多的 可以大家講一下 快煮湖大概1000瓦快煮湖 煮了三次嘛 嗯 然後我們用 350瓦的電鍋煮 一個午餐 嗯 然後用700瓦的那個 電汽用品 那個 欸 圖 那大叔講的是 宿舍神器 煮了四次啊 嗯 然後冰箱擦了 24個小時 使用 對 還有我們其他可能 沖手機啊 沖一下音響啊 然後 抽一下燈啊 電風扇 那你還音響 對 是還沒夠啊 如果你出門兩天一夜 還蠻OK的 多重 22公斤 差不多吧 好 收了 要發動運勤了